其實這個老師讓我呢 不管是今生還是來世 都會永遠居住的 因為他實在是一個非常嚴格 而且非常讓大家有一種絕對印象的 小時候大家都叫他女暴君 遠遠的看著他 但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學校 是在那個縱貫火車跟縱貫線的旁邊 所以他不是只有訓導主任那個能力而已 他還可以管理交通 以前的很大的卡車 而且那個縱貫線經常會出車禍 你看到有一個老師站在路邊 然後遠遠的指著那個托拉骨 跟他講說你們慢一點 所有的學生都在他的這個雨衣之下 慢慢的走向一個安全之路 所以不管是在學校的這個課堂上 他會尋堂 因為以前的老師尋堂 而且他每天都是熊啾啾氣昂昂的 大家都知道他的身高不是很高 但是他的高跟鞋一定有一定的高度 然後當他通過教室的時候 就好像所有的那些阿兵都看到指揮官來 都會先注目一下 他會告訴大家看著黑板 就永遠你記得他從哪裡過來 就會有一陣威風這樣淋淋 一直慢慢的過來 所以他姓洪嘛 所以大家要叫他 紅辣椒小辣椒 操天叫一點點就很辣了 所以當然對老師呢 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我們當學生的都與有榮焉這樣子 其實他不用很近的罵你 他遠遠的 因為以前我們有一個學校 中間有一個中間花園 他在很遠的地方到我們這邊 大概至少有三到五十公尺 他遠遠就這樣 徐小辣 他怎麼會記得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那一屆大概有五個到十個 是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比較頑皮的學生 他永遠記得 黃辣椒 我另外一個同學叫西瓜 還住在棋子 他永遠這些人的名字 會掛在嘴邊 那這些人遠遠聽到 不管他在哪裡都會 站在那邊就不動了 我們是不是又做什麼壞事被抓到了 你是做了什麼壞事 沒有 因為以前我是一個很愛講話的 老師講一句 我要講十句 那因為我們學校有個規矩 就是上課呢 控管不住的就會到花園去罰站 或者是去半蹲 那半蹲自己還在那邊玩 又被他看到又被罰一次 總是從教室然後一直罰到訓導處就對了 我記得他眼睛都有拿一隻這麼長的那種藤條 我不記得到底有沒有被他揮動過 但是我一直記得 我看到他我就 他在哪裡我就往逆向跑就對了 這樣子比較不會出事情 那當時學校呢 因為每週都會有執行班長的交接喔 就像軍隊的那種模式 那我覺得這個模式呢 到今天應該跟副院長的存在 是有絕對關係的 我還記得當時有一個執行班長叫陳往事 往事只能回味那個 沒有就忘記了 然後他轉回來 然後就看到那個副院長就在那邊 有時候是校長 反正他永遠就是那麼威嚴的 然後呢他不敢 我跟他相處的時間沒有太長 因為我國中一年級 剛好我們的學姐兩屆都是女生 那以前是秀豐國中是女校 那我們是第一屆男生升上去 所以呢他可能用了五倍的力氣 要管這一群傑傲不遜的這個拍音啊這樣子 所以呢我在一年那一年當中整整 因為我第二年就轉回基隆了 我沒有看過他的臉是持牆過的 他每天都這樣 那個眼神永遠就是這樣 就是盯著你看 好像呢天下呢 就一定要在他某一種雷厲風行的狀態之下 好好的大家各就各位 我沒有破壞他形象 我沒有破壞他形象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他在做任何事情的那種下定決心的感覺 讓所有的學生都很震撼 而且大家都甘之如疑 雖然背後他在討論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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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呀來 大家都在 都在他的整個威力之下在奔跑 但是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如果當年沒有他 那我們呢 可能也不會有今天的 這個小小的社會的立足之地 可能也不知道到哪裡去流浪去了 我會投給他一票嗎 我會投給他一票嗎 這個民主社會喔 這一票我會放在心裡面 但是你知道我應該會投給誰嗎 其實我覺得如果讓他當總統的話 很多事情應該都會像我們小時候在 在了解他的形式風格 都會在很正確的軌道上面 可能這是我對他自己的認知啦 然後 看他的思維的反應的那種冷靜 看他對每一些事情的分析 我都會覺得他應該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總統 你以前有沒有男老師對他有意思呢 不知道咧 我們其實從小都會講他說 他應該這輩子架不出去 沒有想到他現在還是一個人 但我覺得他的一個人可能在某種奉獻的狀態上面 他以前說要他把一生奉獻給教育 他後來呢一生要奉獻給政治 他就都在某一種他的奉獻的那種概念裡面 不斷地正在執行 我覺得他一個人也許這樣子會比較果斷 會比較斷然一點點 做什麼事情會比較乾脆一點點 這也許就是他的力量 不過那天我看到報導才知道 他也是那個228的受難家屬 因為我們家也是228的受難家屬 所以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會有更多想法於這塊土地的 因為自己經過的某些事情 也許會有更多的理想或是意見或是什麼 去讓環境變得更好 他罵學生都是噼哩啪啦沒有斷過 他沒有斷過 他就是罵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是為了你的整個家族來這邊受教育的 你要扛起你整個家族的力量 你父母親給你錢 讓你在這邊念書不是讓你在這邊玩的 他其實一直很 在我的印象當中他有很多很正面的 而且他講話是絕對是沒有其他罪詞的 就很快每一句都講得很到位 但是我這輩子看過他最柔情的一次 是差不多應該在八九年前 有一次好像立法院要選 要那個春節聯歡晚會 他要演《替衰狗玲瓏》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找到我 然後我就到立法院去 教他怎麼樣把替衰狗玲瓏演好 他那時候 我就覺得他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一種 像媽媽像姐姐的那種可愛 然後因為我立法院有幾個委員的朋友 所以我偶爾會去那邊拜託跟他們聊聊事情的時候 如果在大廳遇到他 他總是會把我抱著 就像我是他小孩一樣 因為在那個年紀我十幾歲 然後他剛畢業 然後那個力氣很足的時候 他帶給我們很多的正面能量 所以每次碰到他 都會覺得他的鋼的一面 他的柔的一面 都是非常恰當的 那我覺得他應該有更大的胸襟 能夠帶給人民更多的福祉 你說他早點站在美國 我當他的學生 就是謝思恩至少要有一次 有一次 因為我說我們其實在前幾次的選舉 我跟碰果其實已經沒有去站任何台 除了自己的真的是至親好友 親戚去站一下 那其他的我們大概就是說 他們給錢 就是說給我們通告費去的 我們大概都沒有在領這樣的費用 所以呢老師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你電話來了 我至少有一次已經會站在台上 謝謝 你可以普天下這麼多 孩子們 心心瘸子 一個非常美貌的人生 我怎麼可能會去追打老師 老師是尊敬都來不及的 但是在那個小時候 也許自己不懂事 會對 會對好像 拎著你領口過生活的人 會覺得說 啊好啊好 有一天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你好好報復一下 但是呢 當自己長大以後 我們自己也在訓練很多小孩 過程也許也比較嚴厲 就像偉中科一樣 我以前在連玩炮 被他真的是弄到一個 死都不如的那種狀態 但是現在我還是感謝他的 真的人要經過擠壓之後 才會自己去找出一條路來 尋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實我小時候 整過很多老師也被打得很慘 我會在那個講桌前面畫粉筆 然後他們講 不是上去會靠在那邊 講完退後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條白白的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有哪一刻單向的是 來上我們的集任 沒有沒有 他就是我們訓導主任 整不到他 一直也很想整 如果現在的話 如果現在要整他 如果他還是在縱貫線 在整理交通的話 我就會串連起步 那個喇叭很大聲的 喇叭一壓下去 他整個人會跳起來 那種 砰 讓他整個人跳起來 他說他可以去跟人家告白了 對 老師 要這樣 要很近的 不管去哪裡 就是要跟人家這樣 半夜 好像街坊鄰居 大家都這樣 合作走理 不管是大小生 還是長生 還是琴雞琴 都會跟人家走 對